名為不亂 看選戰不得了啦 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哪裡呢 是的 一看就知道 淡水 為什麼說到淡水來呢 因為淡水對於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有非常重要重要的一個淵源 話說2016年的時候呢 一位淡水阿嬤現身 阿嬤一句話鼓勵了她 讓她不顧一切 飛而撲火 投入大選 所以大家應該猜得出來 這位重量級的來賓是誰了 掌聲歡迎朱立倫 謝謝 四年了 四年了 哇 這個一定要抱一下 莫大的榮幸 沒有啦 我已經不當市長了 然後在我們淡水今天 感到非常的親切 不是只有淡水阿嬤 只有淡水的好朋友 是是是 最近利用這個機會呢 我們很可怕喔 我們隨機 隨機採訪路人 然後聽聽他們對你的看法 好 好 你隨時要衝出來就衝出來吧 OK 好 要教訓路人也可以 沒有 給他給你 哈哈 來 請就位啦 同學 I love you 我上班… 我一分鐘就好… 你對朱立倫的印象是什麼 邊緣人還是剣彩王 還是隱形市長 還是馬鈴九 2.0 還是被政治當務的會計老師 來 選一個來 3 2 1 那個… 哪一個 剣彩王 大膽跪下 沒有啦 哈哈 為什麼說他是剣彩王 他之前就來這邊剣彩 後面公園就是他剣彩 他一直剣彩不好嗎 沒有說不好 就是他很常剣彩 就很常剣彩 那你要去哪裡上班 我陪你去啊 走走走走 真的嗎 我要去鄉山 鄉山 沒有啦 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很喜歡你 一定要介紹給你認識 我的朋友啦 通法啦 你好… 你好… 你去哪裡 淡水 淡水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你知道他是誰 知道… 你剛剛說他是這個喔 那我也有可以正面解讀啊 對啊… 就做了很多啊 包括我們… 淡水清潔都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對… 通通 選總統會支持主事長嗎 你如果不講 我不會給你去向山喔 看家裡 同學… 看屁眼…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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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做這個街頭的民意調查 那你幫幫幫幫幫幫 都可以… 都可以 不要… 我喜歡你嘛 你不要這樣 人一生當中有幾隻機會 可以跟巨星 但是我今天沒要問韓國人 我問你們 那你支持朱立倫選總統嗎 我還是支持韓國人 要…要看勝算 我支持朱立倫 你支持朱立倫 好…夫妻 失和 好…來…你支持朱立倫 原因在哪裡 他… 一般以來他的評價都不錯 對 那… 韓國瑜是後期之秀 對 好…來… 來…你選一個… 選什麼… 朱立倫啦 對… 來…你… 你… 你… 你太早出來了啦 沒關係啦 都還沒選 你就跑出來了 不要選 沒關係 都會選 沒關係 沒有關係 只要是勝算要贏 對… 就是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而且一定要團結 剛剛都他說你壞話 沒有… 沒有… 你喜歡韓國瑜沒關係 你就不要等他當學 我也喜歡他 不是… 但是朱立倫 政治歷練比較夠了 你看吧 見人說人話吧 都好… 對啊對不對 一定要團結… 對… 好… 沒有…先別走 他們還沒選完 學經濟的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什麼 這什麼 被政治耽誤的會計老師 你覺得他是誰 來你自己選一個 我選這個 哇… 哈囉… 阿嬤 你好… 我知道那個啦 那個… 沈玉琳啦 沈玉琳啦 沈玉琳那啦 沈玉琳那啦 嘉義彭于晏啦 我幫你做個名證調查 主力輪比較好啊 蔡英文比較好 我是愛主力輪 你是愛主力輪 你是我們老爸你也不知道 謝謝啦 我們每天去看 我跟你說啦 主力輪比較少 比較熟啦 他經驗比較多 韓國瑜喔 欸… 不好意思… 我韓國瑜也不錯 不好意思喔 阿嬤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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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 七彩在這裡啦 我剛才在這裡 我剛才在這裡 我剛才讓你聽到 沒有… 我聽起來你咬我出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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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兩個 什麼人比較適合總統 阿當年一嘛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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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Henle 天 Again 我就可以當你華為欸 爸爸にんな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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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嗨 你好 你好 同學嘛對不對 嗨 Bro 嗨 Bro 你們認識朱立倫嗎 認識啊 知道 喜歡朱立倫嗎 嗨 嗨 喜歡 怎麼講話這麼感傷 那你們喜歡沈玉琳嗎 喜歡 嗨 Bro 對於朱立倫呢 就歸納了幾個名字 你們覺得他是剪彩王 還是邊緣人 是隱形市長 還是192.0 選一下 選一下 我好像看過他剪的還蠻多次財 但是我好像都看到選邊緣人 不是隱形市長 那你選邊緣人 OK 來說一下 為什麼他是剪彩王 我好像看過好幾次 對 新聞上 都有看到就是 都是在做剪彩的活動 沒錯 就是說他很熱衷於 幫助那個店家的生意 店家發財大家才會跟著發財 這是我的解讀 還是你有不好的解讀 沒有耶 好像都是看到新聞上都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覺得他是隱形市長 就之前 越有耳聞 對 就是說好像都不在他的位子上 不在他的位子上 他邊緣在哪裡 就現在好像比較少看到他了吧 新聞上也沒看到 因為他已經卸任市長 現在準備要參加總統大選 對啊 就整個好像就不見了 如果他跟蔡英文你會選誰 我選蔡英文吧 沒關係 你愛怎麼回答 我都尊重 那他跟蔡英文有一點 那就 朱立倫 那他跟蔡英文是 應該是選朱立倫 3 票裡面有2票是選擇要辭朱立倫 這就是即時民票 那朱立倫跟 跟 跟 韓國瑜 朱立倫 韓國瑜 韓國瑜 朱立倫 韓國瑜 對 這位bro的看法真的非常獨特 他是很好 我們鼓勵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真的有一個好朋友 想要介紹給你們認識 對啊 那不是 向後走 欸 欸 欸 沒有 今天跟蔡英文在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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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故作堅強了 沒有沒有 我有關係 你的人就是太低嘛 明明要考啊 要再喝奶 沒有 要多聽他們的聲音 給他鼓勵一下 好 謝謝 來 上一年我還是有權利 謝謝 可是上一屆 好 謝謝 鼓勵一下 長輩比較鼓勵 謝謝 所以你不喜歡他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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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就喜歡我了 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沒 現在呢 我們要帶市長去哪裡呢 去腳底按摩 看到一個熟悉的人物了 秉輝哥 你好 秉輝哥 你好 朱市長 對啊 秉輝哥 因為我們很多活動 他都來參加 我做市長 他都參加 我們很多活動 他以前愛的啊 對啊 因為他很有愛心 我們來裡面捏腳 好啦… OK喔 這樣我鬆開喔 好… 可不可以用力一點 你看起來他都一直在笑 我都不太敢笑了 因為我越來越… 啊… 又學會了 你是在笑 小櫻 是 小櫻你小力一點啊 小櫻 那個哈拉歸哈拉總是 要進入嚴肅的話題 我先請教你第一個嚴肅的話題 非常嚴肅 來 那個…你的腎臟好嗎 哈囉他的腎臟好嗎 沒有白身 OK嗎 唸得出來嗎 是OK的 腎臟夠大顆嗎 夠大顆 我跟你講 現在小編出空間 對 現在那個好像 勝利方程式之一呢 必須必備一個條件 就是要漂亮的小編對不對 你的助理就擁有這個條件 真的喔 他比學姐還漂亮 漂亮是不至於啦 但是 氣質啦 氣質OK啦 漂亮的媽媽的 那也是媽媽的對不對 那你有一個也不錯 真的啊 他就是小編喔 你看我眼光多精準 朱市長曾經說過 廢核跟台獨是民進黨兩大神主牌 好 這個是你說的啦 後面有一句更嚴重啦 專門騙選票來用的 是嗎 民進黨經常說不用核電 我說最好啊 那可以其他的電 我們都不要用了 但是事實上 他們都是說 喔 我們一定反核反核反核 他們對阿扁做總統做八年 小編啊已經做三年了 也不用核電 廟是反核一直是民進黨的主張對不對 對 阿扁這麼多年 他也沒有反核 結果是你那些麻煩酒 你去什麼小民 說把何時封存起來 阿扁是在說你去的 對啦 你說台島啦 民進黨每天發台島 黨黨也台島啦 你台島就台島嘛 結果 廟公務實的台股工作者 那意思是什麼意思 都是用範圍的嘛 那那個 很多人誤解嘛 那其實真正主要的就是 所以不要一直在逼小英 不要一直在逼大清德說 你每天講你來講 你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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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敢做 對… 關於這個至金區的問題 因為這個朱市長當然 旗幟鮮明的是一定是力挺至金區 而且是對台灣有信心的 那個至金區其實大部分的觀眾 可能都聽不懂 都聽不懂 簡單一句話啦 就是台灣開放 自由啦 所有外國人 或是外國國 台灣會 台灣人 跟外國一樣 但自由進出 台灣關係很多 對… 台灣關係很多 主要關係的理由 以前的理由都是說台島 所以 為了防堵大陸 我再說一個例子就好了 大家現在 你如果有手機拿出來 你看手機後面是不是MIC 其實那都是台灣的唱 那都是風海的 對 台灣唱在台中生產 你電腦拿起來 有廣大的 廣大的在台中生產 MIC 台灣生產叫MIC 沒錯 小孩子的玩具也是 當然 很多都是台灣人的老闆 台灣人的唱 但是因為過去都在那裡生產 現在民進黨的說法就是說 這樣頂到台中生產 我說你也搞錯了 那台灣人的公司 是 而且我們泰下錢怎麼會賣 有的人說影視 影視產業 影視說到時來開放 開放很多台中的影響 都到台灣來拍攝 並假冒是台灣的 然後到全世界去 我說哪有賣 現在台灣所有的影視界 你為什麼不讓大陸的節目 到台灣來拍攝 因為我們的法規沒有限制 我們的稅沒有限制 我們的所有人才沒有限制 然後我們變成 讓大家到台灣來 這是我們的觀念 可是你要限制的話 就大家跑到大陸去 跑到全世界去 台灣生育率呢 這個全球倒數第三 對 非常驚人 這個等於是創八年的新低 那少子的話問題怎麼解決 這個好像很多人在討論 我覺得少子的話 第一個要解決的 就是該生的一定要生 像玉琳哥 只剩一個實在是不對的 好 因為現在很多 很多身邊的朋友是說 工作壓力這麼大 社會壓力這麼大 啊回去喔 算夠夠這樣 喔 要死不是 以前都是女生喔 你把這位生 不要我肚子不舒服 現在都變男生耶 真的嗎 那個有時候睡到半夜 老婆翻個身 那男生嚇一跳你知道嗎 不要不要 我每天六點要出門 第一個把經濟改善 讓台灣的經濟能夠像 我們小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喔 生日後喔 爸爸媽媽家的到齊 到齊 到齊 對 現在就 雙親家的 爸爸爸爸媽媽都在攻擊 所以為什麼我在新北蘇 做市場 我就偷一個 傳台灣偷一個 做公共脫育中心 那時候人家說 脫育中心是 托兒所 郵地園 我說不是不是 那是剛出生 0到2歲的小孩 還沒去郵地園的時候 還沒去幼兒園的西村 我們就應該要有這種 脫育中心 對… 今天剛開始喔 過年前喔 人家說哪有可能 我們做這個 政府做這個 我結果已經到去年 為止做 十幾天了啦 六十間了啦 專台灣想 對 我覺得將來我們要全台灣 大力的來推動 因為最近有層數不窮這個 虐兒的事件 有三分之二呢 致死的案件 是未獲通報的 對 實在是 義憤填膺很氣 很氣喔 然後就斧頭抄起來 準備要去找那個人住哪裡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覺得完全沒辦法接受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要建立一個安全網 這個安全網一定要全社會 大家一起做 不是指警察的事情 像我當市長的話 我就要求 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的里長 要把這個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 所有的醫院診所 只有第一個 第一次檢查到孩子 有這樣收納到就要通報 還有 家長如果失業 或者家長去入獄犯罪入獄 已經列入所謂的很低收入獄的 我們都把它列為高風險的家庭 然後我們社工 就集中在這幾萬個高風險家庭 可以減少很多的問題 在新北市有開創一個幸福保衛戰 有 幸福保衛戰就是 就是全新北市有2000多家的超商 不管你是7000 小7或者是全家都一樣 你這些孩子只要是 只要這些念書的孩子 你只要肚子餓了 真的沒飯吃 或是需要困擾 你就到小7那邊 或到超商 你可以拿便當拿這些 都沒有關係 這些錢通通都是社會的愛心來支持 其實目的也是保衛的一種 我們也透過這樣就知道 多少孩子他們都可能困難 你爸爸可能糟糕了 對 我們就可以從這樣子知道一些訊息 按了那麼久 你是都不會聽 我會聽到嗎 稍微會聽到嗎 稍微會聽到 聽到看出來 為什麼要壓抑呢 我跟你講 這就是你的個性的毛病 你知道嗎 很多委屈 很多心酸 這就藏在心裡面 明明明我看那個市長的那個 嘴角已經在抖 你知道嗎 但是他就不會像我這樣子 真的喔 老硬 老硬 你按了那麼久的 市長的身體哪裡有問題 市長的身體很棒 真的 還不錯啦 都還OK 其實透過訪問 大家都很清楚的了解 就是市長的人 有時候對鏡頭 那個稍嫌拘禁 拘禁 對 我這8年來看你都這樣 其實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它的真性性 那個展露出來 我們要進行一段這個 做法很簡單 我們呢 收集了 當今那個台灣社會呢 算是最被熱議的人物 這個照片一上來以後呢 我們各自選擇 對他們最恰當的評價 把它貼上去 OK 這個看政壇跟議壇 兩者的落差 見解會有多大 好 來 第一張喔 是誰呢 3 2 1 對… 狙擊 對… 地表最強狙擊手 對他的評價呢 這個很難耶 好難喔 但是不能想太久喔 因為想太久 我就會失準了 好 3 2 1 好難喔 噴 絕頂聰明 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過這個曲 應該過很久了啦 對 他一向來是個聰明人啊 這麼多年來的 我相信台灣的選民 對他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任何的步驟呢 感覺好像是 怎麼…好像忽發奇想 但不要相信政壇 有忽發奇想這種事情 那個每一步應該都是精算過的啦 我講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記得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公開講過好多次 他絕對支持小英總統 他支持小英總統連任 第二個 三個月前他離開行政院的時候 他的理由是說 他為敗選負責 那這一次他又要參選 他又說他要負起政治責任 對 所以他又要參選 那你不是 敗選負責不是 剛才說 因為失敗你來負責啊 沒有不對啊 我懂 你在政壇那麼多年 你應該勞搗習慣大家都這樣啊 下一位 喔 Turbo的 Turbo的 這個應該 我剛剛貼錯 應該把這個給他 因為他才是 來喔 不能想太久喔 3 2 1 我本來想要貼真英天子啊 但是胸胸搶到你在旁邊 沒有關係 趕快趕到 趕做趕當 口肉先合這個不需要多做解釋了啦 對 那個 那一天 賴清德稱讚他是 那個百年難得一見的 對 那就是來自於他的口才 因為 你要說他外表帥 那就真的太狗腿了 因為他沒辦法用帥來形容 是 但是呢 他的 然後思路清晰 最重要是他懂得運用 這一點就是我們朱市長不足的地方 對 因為你太那個學者犯 所以你的潛質用具比較優雅 但是呢偏偏台灣社會呢 不走優雅這一套 那你說他敢做敢當 當然也就是一樣的 是正面的 很有氣魄 敢做敢當 來 下一位 來 3 2 1 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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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選那種說不出所以難度 我也是 OK 3 2 1 驚人的神事 但是 我講的潛依季雄是這樣啦 他這樣子幹了三年多了 他不斷的要討好中間選民 發現不得欺門而入 改討好獨派 他獨派不買單 他做什麼都不對 他政治人物一旦走入這種空網的時候 命理學叫做空網 走入這種空網的時候呢 可能再多的努力都 沒有用 過去的啊 都是看他的文青語言 覺得好像很棒啦 他就是想好好中間選民 結果 忽左忽右 沒有決斷 然後最後 什麼都沒做到 然後把台灣帶入一個困境 就是潛依季主 下一位 喔 鷹眼 銳利的眼神 令人不寒而栗 3 2 1 是不是鷹眼 他還要 他還要 你看他的眼神喔 你看他的眼神 好 相當有企圖心 感覺是要 好難耶 好難耶 一定要選這裡面的嗎 他有點好難耶 對啊 來 選了 選了 選了叫他不要罵我就好了 來 3 2 1 把他的眼睛抖起來看得會吧 為什麼老謀勝算 你看最近嘛 他一下說他六月決定 然後看一看時間不對 馬上說八月決定 然後再看一看時間不對 又說最後一刻再決定 我覺得他都在算 那如果是很帥真的話 就直接講出來 我想大家以前認識的科幣 有話直說 對… 現在就變老婆子 但是因為太多的包袱啦 我講實不合語是這樣啊 就是說 民意如流水 台灣社會跟台灣的媒體 喜歡操作兩件事情 因為那兩件事情呢 都具有高度的張力 大家會很熱衷 就是 把這個人捧高高 他創造英雄的過程當中 對有收視率 我用電視語言 會有收視率 然後終於把他浮上 捧上那個神壇了對不對 在神壇待久了會審美疲勞 看久的神啊 媒體的操作 第二法則 把這個人 巨星殞落 好 英雄的悲劇 那是比英雄的誕生呢 更具可看性 好 牽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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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喔 一直牽牽牽 好 所以他現在已經 到了第二階段 當年媒體對待陳水扁 是不是也是這樣 當年媒體對待馬英九 是不是也是這樣 媒體對待蔡英文 只是來得快樂一點 來喔 這個你應該 應該非常有感觸 目前為止也應該說 算是你的對手啦 可以這麼說 他是誰呢 3 2 1 王院長 王院長 很貴捏 這你的長官 長輩捏 他 他他 很好選很好選 說他絕對聰明就是 他頭髮比我比較少 這沒好韓國瑜 這我就好王院長 純粹式上的外貌特徵 那我這個 有 有口難言 我是覺得王院長這一生坦克 我這樣講他又覺得很納悶對不對 其實照來講他應該是平步青雲啊 我是覺得他始終得不到他所要的啦 也是人走差量 以前院長的時候 送往迎來 升張首位 算是非常的風光 現在呢 連要求一個區域 那個不分區立委 甚至都還要 還要好像要費一番功夫這樣 那如果紀念要對老班這樣 他不如自己呢 投身總統大選 台面上的候選人當中 我們用演藝圈處理 就是觀眾緣 他升功 升功比較需要努力的 好 那你覺得在演藝圈裡面 有沒有類似的 要找一個人來比喻他 就類似飛哥 要害得到二分 要害得到二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飛哥的一分難言在於說 時代不同了喔 啊 做節目可能不需要求先求變 所以 但是就礙於經費所限 所以呢 也做不出他理想中想要的樣子 所以呢 好來 接下來 喔 喔 來 這個很難喔 這個很難喔 哎呀 吳主席的口才是 真的是最好的 這個一看就是打官腔啊 沒有 沒有嗎 喔 我真的說實在啊 他的口若選合 他真的是口才最好的 那我給他優柔刮斷 先講口若選合的部分 我 吳主席 就我做副院長 他做院長 他真的是口才非常好 他在立法院那個 戰力喔 口才喔 比這種 所有的證據喔 都沒辦法 他真的是口若選合 那 那市長我跟妳講喔 他的問題就在這裡 為什麼 口才太好的 有一個毛病你知道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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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講他優柔寡斷 喔 我是指說這一次的這個 總統 那個 誰要代表國民黨 出來這個部分 他其實優柔寡斷啦 就是變來變去嘛 啊 現在都已經幾月了 會不會搞到十月還不能決定 嗯 那一月就要投票了 嗯 那如果準備時間不急 或者是每個人心學在那裡 到底是不是我 那心一直不定的時候呢 我覺得要打贏這個仗 啊 我 我認為難度也很高啦 好 最後一位啦 哇 我都用完了 絕頂聰明也用掉了 他是誰呢 3 2 1 你一下子認不出來對不對 頭髮比較多 那你會對自己評價很難嗎 很難 很難 對自己評價非常難 好難耶 我不要看 怎麼會陷入 陷入苦思當中 真命天子 謝謝啦 我有口難言 或者對自己 自己當然不能評價 是我們嫁 那就講自己有口難言 這樣 那正命天子是 是一個鼓勵啦 謝謝 當然很多時候呢 也許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面 也許 也許我們見得能登大位 因為這個後面變數還滿多的 但至少你可以是 謝謝 對啊 其實講得很好啦 那最後呢 還是要請朱市長呢 說說對我們台灣的期許 好 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非常謝謝跟玉琳哥 共同來參加這個 充滿笑聲 很精彩的一個節目 今天我們到淡水老街來 不管今天來抓咖 還是或者是我們來共同搞一點笑 都是希望讓大家開心一點 那台灣要開心 我們希望下一代更好 我們台灣未來 大家能夠更快樂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師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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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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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